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继续来学习海上日出这一课 在上节课 我们知道了作者在海上看日出 并发出了很伟大的奇观的感慨 这节课 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 一起去感受海上日出这一伟大的奇观 现在老师来检查我们上节课学习的声字和词语 你还能把它读准确吗 扩大 扩大 众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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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 刹那 镶嵌 镶嵌 范围 范围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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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翰围 写 变 变 写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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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紫色 ビ� 紫色 紫色 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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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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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都读得是非常的正确 那现在我们根据上节课 我们给课文分出的几大部分 来逐步的去学习 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一部分 请你来朗读课文的一二自然段 说一说日出前的景象是怎样的呢 现在让我们来读一读课文的一二自然段 为了看日出 我常常早起 那时天还没有大量 周围非常清静 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 颜色很浅 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 慢慢地再扩大它的范围 加强它的亮光 我知道太阳要从东边升起来了 扁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 一片浅蓝 颜色很浅 转眼间天边又出现了一道红霞 有浅蓝出现了一道红霞 而且在扩大着它的范围 加强它的亮光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看这幅图 这就是日出前天空开始 还是一片浅蓝 颜色很浅 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 慢慢地又再扩大它的范围 而且加强了它的亮光 我们通过图片可以直观地看到作者描写的景象 它描写了日出前天空的颜色和红霞的变化 在读客文的第三自然段 一定要认真地默读 要说一说海上日出的景象 果然过了一会儿 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点脸 红是真红 却没有亮光 太阳好像附着众鹤似的 一步一步 慢慢地努力上升 到了最后 终于冲出了云霞 完全跳出了海面 颜色红的非常可爱 一刹那间 这个深红的圆东西 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 射得人眼睛发痛 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我们认真地读一读这一段 那用直线画出描写颜色的一些词句 我们再用虚线画出表示它亮光的词句 用方框框框出它当时日出的一些动态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红是真红 红是真红 又红的非常可爱 又变成了深红 这些都是描写日出时太阳的颜色和周围云霞的变化 再看 小半边脸 接着 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上升 还有 一下子完全跳出了海面 终于 突破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 我们大家 找它的颜色光亮和动态都找得非常的正确 一刹那间 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 射得人眼睛发痛 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一刹那 它表示时间很短的意思 那么像它一样表示时间很短的词语 你还知道哪些呢? 对 还有 转眼间 一瞬间 刹那间 一眨眼 眨眼间 等等 日出时的景象真的是太美了 让我们一起结合图片来欣赏欣赏吧 看一看 刚开始的时候太阳出现了小半边脸 没有亮光 太阳努力的上升 冲破了云霞 跳出了海面 这个时候 它完全跳出了海面 发出夺目的亮光 连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哎 哎 这里边出现了一系列的和光彩光芒亮光这些词语 我们能不能把它分辨清楚呢? 好 我们来读一读 光彩光芒亮光 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区分他们的意思呢? 我们通过读这些词正确的填空就可以了 什么夺目呢? 光彩夺目 光芒万丈 发出亮光 发出亮光 让我们来读一读 光彩夺目 光芒万丈 发出亮光 这样 这些词语我们就能准确的理解和运用了 现在让我们来读句子 注意加点的部分 想想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 太阳好像附着众鹤似的 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上升 到了最后 终于冲破了云霞 完全跳出了海面 颜色红的非常可爱 我们通过努力上升 冲破了云霞 完全跳出了海面 这些词语 你能体会到它的什么好处呢? 这几个词语啊 把太阳拟人化 具体描述太阳如何上升 生动逼真 努力体现出来太阳的上升的缓慢 冲破了 冲破强调出太阳上升时的那种艰辛和努力 跳出了给人一种欣喜之感 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壮观真切的感觉 也体会到太阳顽强的生命力和势不可挡的威力 对,用了拟人化的手法 写出了这些太阳的那个冲出来时候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的这一部分 你能不能读完以后用这种句式 说一说日出时的景象呢? 同学们再来认真的读一遍课文 然后就照这种形式 形式来说一说 好的,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吧 刚开始时天空是一片浅蓝 转眼间出现了一道红霞 过了一会儿太阳只露出了小半边脸 呈现出红色,却没有亮光 然后太阳一步步慢慢的努力上升 最后太阳终于冲破云霞 完全跳出了海面 颜色由深红变成了光芒万丈 四周的云片也被照得灿烂 同学们就可以按照这种句式连起来说一说 用自己的语言说 日出时的景象 那有云时的海上日出 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读课文的第四和第五自然段 那我们先来读它的第四自然段 就是有云时,不是有黑云时 我们来读一读吧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里 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 直射到水面上 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 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 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当有了云彩的时候 挡住了太阳光 而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 直射到水面上 而且我能看到一片灿烂的亮光 看起来这个云是薄薄的一层云 阳光由上而下的直射到水面 水面就把光线在由下而上的反射上天 它从上面往下照 它从下面往上反射 这样天光水光融为一体 水天一色 所以很难分辨出哪里是水 哪里是天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时候的景象 能分辨出哪里是水 哪里是天吗 对 作者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 这个就是有云时的海上日出 让我们分辨不清楚哪里是水 哪里是天 那天边有黑云的时候 海上日出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让我们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吧 天边有时 有时天边有黑云 而且云片很厚 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 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 透过黑云的重围 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 后来太阳才慢慢的冲出重围 出现在天空 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 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 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我们来看一看 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 透过黑云的重围 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 后来太阳才慢慢的冲出重围 出现在天空 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 这就是有黑云时海上日出的景象 在黑云的后面给黑云相鞭 冲出重围以后又给黑云染颜色 我们可以这样用简短的语言来概括和总结 我们再来说一遍 那有黑云时海上日出是怎样的呢? 一开始藏在黑云的后面 给黑云相鞭 它冲出重围出来的时候 又给黑云染上了颜色 那现在我们来读一读 你觉得哪个句子会更好一点? 看 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 透过黑云的重围 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 第二个句子是 替黑云描了一道发光的金边 你觉得哪个句子会好一点呢? 对 是原文中的句子会好一些 更好一些 这个箱啊 就是把物体嵌入另一个物体内 或围在另一个物体的边缘 这个叫箱 那苗呢 太阳光给黑云勾画了一道边 所以用箱 这个第一个句子更好 更能体现黑云背后的太阳 要冲破黑云的那种努力 其威力势不可挡 就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用箱更好 那我们能不能用箱来说一个句子呢? 看一看 小红的裙边上 箱了一条粉红的花边 显得更漂亮了 我们再来读这句话 后来太阳才慢慢的冲出重围 出现在天空 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 或者红色 那这句话可不可以把染成 改成涂成呢? 为什么呀? 染成啊 是用染料灼色 写出了天空的云彩 在太阳光的映照下 慢慢变化的过程 而这个图呢 就是速度很快 让人感觉不到 云彩是慢慢变化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用染成 而不能改成涂成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有云时的海上日出的样子 这个时候的太阳是藏在了黑云的后面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就给这些黑云 人相上了一道金边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晴天时的海上日出 走进云堆中的海上日出 有黑云时的海上日出 这景象真是让人陶醉 难怪作者发出这样的感叹 读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吗? 读得真好 这是一个反问句 它表示的意思还可以怎么说呢? 对,是 这是很伟大的奇观 那反问 那反问的句是 这个语气呀 更加强烈 更能表达作者 赞美日出 赞美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的那种感情 让我们再来保有感情的 读一读这句话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吗? 这一个 最后的这一段话 用了这一句 同学们 这是对全文海上日出 整个景观的这种感受 我们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看日出 结合自己的体会 说一说 课文描写日出的精彩之处 那整篇课文 它描写的精彩之处 我们可以找一找 我们来看一看 文中的一些词句 好像复制众鹤 努力上升 冲破 跳出 这些词句的运用啊 它就生动形象的 写出了太阳升起时的 缓慢和艰辛 这是用了拟人的手法 写的非常精彩 从色彩变化 亮光变化 动态变化上 描写了海上日出的景象 第二处的精彩就是 层次分明刻画的非常细腻 香啊染啊这些动词 就丰富了太阳的形象 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这个精彩之处就是动词的妙用 那咱们总结一下它的精彩之处吧 在作者笔下的海上日出是辉煌的壮观的 那同学们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日出呢 那么你就来写一写你身边的日出吧 那注意抓住日出时周围景物的特点 不仅要写出日出时的样子 那个太阳的样子 还要写出周围景物的特点 我们观察的时候 我们观察的时候要从它的颜色 动态光亮来观察 我们按写按什么顺序写比较好呢 按照日出变化的顺序 或者是时间的顺序来写 那修辞手法上也要准确的恰当的运用 可以运用比喻呀 你人呢等各种修辞手法 把你观察到的日出来写一些吧 现在我们来回归课文 来梳理一下课文的结构 海上日出 开始就给我们写出了日出前的景象 然后接着写了日出时 晴天时的日出的样子 还有有云时的日出的样子 有云时呢 又包括了有博云的时候 日出的景象 还有后黑云的时候的日出的景象 最后写了日出后 作者发出的感叹 就是伟大的奇观 现在我们在整体的回归课文 读一遍课文以后 能不能把这个准确的填出来呢 同学们读的特别认真 我们来填一填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 描写了日出前 日出时 日出后的景象 重点 重点写了 晴天和有云 两种天气下的日出 表达了作者 热爱大自然和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 它不仅仅表达了自己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也表明了作者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 那这个到底为什么又说追求光明呢 太阳就是光明的象征 那同学们还可以去查找阅读一些有关于巴金的作品 来体会它追求光明的那种思想感情 那现在我们来积累 阅读一些描写日出的那些诗句 日出江花 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海日生残叶 江春入旧年 东边日出 西边雨 道是无情 却有情 晨灯日观风 海水黄金融 这些诗句我们积累下来 会能恰当的运用到我们的写作当中呢 那来做一些课堂的小练习 我们能不能照样子写出表示时间短暂的词呢 同学们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写出很多 转眼间 一刹那 一瞬间 煞时等等 按要求改写句子 这也很简单 这不是伟大的奇观吗 改为陈述句 这是伟大的奇观 太阳把一片云染成了紫色 改为被子句 一片云被太阳染成了紫色 第三题 根据课文内容回答 课文中哪句话具体描写了太阳升起的过程 并说一说 从作者这样细致的描写中 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呢 我们大家很快的就找到了这句话 太阳好像附着众鹤似的 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上升 到了最后 终于冲破了云霞 完全跳出了海面 颜色真红的 非常可爱 那从作者这样细致的描写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热爱光明的喜悦心情 同学们 现在我们把这一课学完了 我们课下要写的作业是 一 朗读课文 感受作者笔下的日出景象 二 有条件的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看日出 结合自己的体会 说一说课文描写日出的精彩之处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下课